好了不知不觉的话这边可以到那个尾声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 写这么多程序啊你看我们这边写的这么多程序啊写的内核 还有那个程序啊这些纯文本呢你看看我们这边内容啊都是有了啊每一个都是有这么多行啊大概有个 每个都有一个三五百行啊这个这个一千来行的代码来和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这个 呃嗯我们不知不觉啊已经走了这么多远那咱们这门课程呢也即将进入到这么的一个尾声了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咱们这个课程讲的内容咱们课程当中啊和大家介绍了个DBOX和讲的Botches 啊如果说我们以后想对这个操作系统像这个技术软件进行一种调试或进行一种学习啊我们起码知道Botches是可以什么 可以帮我们来这个去这个工具的啊这是我们学习的这些东的工具我们不再对于系统底层这种黑乎乎的一个盒子啊感到害怕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介绍了男手模GCC而且我们对GCC不再是符合表面的编译一个C语言就OK了啊我们还知道的比较深入的到机器级别啊我们机器是怎么进行运作的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小工具包括我们到Fox上到的PiWM啊都有一些设例啊那可以这么讲这门课程对于大家的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啊还是有一种帮助的 那么在操作系统当中啊我们这门课程和大学的操作系统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想象啊我觉得我们是给了你一个感性的认识让你觉得这个操作系统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我个人认为就学习当中来讲就个性就是感应的认识和理论思考还是有效的学习方式啊呃我们这门课程主要是实现了从CPU加电到BOS的这样一个非常细节的啊这样一个过程的东西 然后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门课程啊好像觉得还不太过瘾啊你又没有说这个处理机管理也没有内装管理也没有文件系统当然了我说过了这门课我们希望成为 实际上的一个出路时或者是垫脚时我们希望能起到一种高分引力 呃我们在很多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啊就是我这边这个呃在这个工程当中时间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 现在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它不像你我们学个网站或者学个什么东西马上立干净的啊 那就能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啊工作上的技能马上再一个提升 那我们这门课更多的是一种内功就是解决一种复杂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我当年啊这个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啊这句话啊我就我一直啊就是觉得非常有价值的和大家分享的 他说啊他说operating system is a complex system 我说操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然后我们很多的程序啊都是个APR程序就是我去调APR 那什么意思啊他是putting a programming layer on top of the APRs doesn't animate the complexity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调APR比如说我们调一个什么message box 我们调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他不会降低我们程序设计本身的本身 他仅仅是把它隐藏了起来 it merely hides it you know a little that the complexity is going to jump out and bite in the leg 就是说迟到有一天啊这个复杂性啊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困扰 所以呢所以呢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对这个装置啊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 那么呢呃这个是微软的这样这个前院长啊这个沈夏阳博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说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nothing replace your hard working 就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需要你客户我们希望这门课呢能给你带来思考啊 我说我说话这门课虽然是就是这一这一节虽然是结语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种展望仅仅是帮你打开了去学习操作系统这样的 一扇门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门课啊能够抛装引玉 能够让你进一步的去对操作系统本身对计算机装置本身产生什么一种 呃就是丰富了一下那种hack的技能啊就增加了你对这样的个装置本身的这样的一种 handle的这种信心啊以便于我们将来能够在这条路上走的越远越扎实 好的本门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选择啊咱们其他课程再见